美股连涨6周 道指标普收盘再创历史新高 下周二美股真的要转向了吗 华尔街押注特朗普胜选 比特币概念股最近涨疯了 未来的目标位如何预判呢 大家好 我是专录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股分析视频 首次观看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订阅 以便长期的收看我的内容 在赚钱的市场做有价值的股票 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 最近的市场在美联储降息 以及A股港股暴冲之后 我们发现巴菲特也开始抄底低价股 而作为芯片股的龙头 英伟达在前高附近开始震荡 大家发现不管是小盘股的启动 还是A股港股中概股的暴冲 都说明了美股的资金流动在加速 热点变换节奏在加快 只有牧民思维才能跟上接下来的赚钱效应 今天我们先来通过最新的指数走势 来重点强调一下 为什么下周二要注意转向 首先就是三大指数当中 涨得最差的纳指 主要原因是资金从大型科技股流向新银市场 或者是小盘股 导致纳指到现在也还没有创出新高 而另外两个指数早就不断的创新高 那本周的纳指是终于完成了缺口的回补 但是仍然没有实现突破前高 并且呢我们根据经典的菲伯纳基变盘数列 选择8月5号地点为70点 会发现55 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变盘日 正好我们在下周二就会见到 所以呢还有两个交易日 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们仍然要注意它的转下的概率会比较高 除非呢在下周一就立即开始大跌 否则的话仍然要回避转下的风险 而非常巧合的是呢 如果我们打出我们夺宝骑兵的未来预测 通过纳指最近的变盘点来看 下一个变盘点 它显示的就是2024年10月22日 我们在刚刚过去经历的两个重要的纳指变盘点 都是非常精准的 也就是说从10月3号的小转折向上 到10月14号的小转折向下 再到我们接下来马上面临的10月22号 我相信都能够帮到各位去很好的去回避小转折 那么本次呢不要忘记这一次的纳指 在零周之上出现了MACD万绿从中一点红 那如果在下周它真的在55的位置转下 甚至出现死差 一定要注意市场的回避风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纳指的周线图 6年涨并且是上升结构6 非常有意思的是呢 周线上竟然在本周结束 出现了纳指金叉的现象 当然金叉肯定是好事 到底会不会有一波新的大波段启动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从另外两个指数 也就是标普和道指来看 因为他们两个呢 本轮涨得比纳指多也比较强 早就创了新高 我们发现在日线图上 标普呢在本周五出现了一个上升结构9 从8月5号到现在 这应该是第三轮上升结构9 一定要引起重视 因为前面的每一次9 后面都有一些回调 哪怕呢它不是大回调 或者是小震荡 所以下周还是要注意的 另外比较巧合的事情就是 如果我们一会看标普周线 也能看到一些重要的提示 先看如果通过黄金分割来看的话 8月5号的启动第一浪 回调在38.2%左右 随后呢 三浪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位置 离保守目标位 百分之161.8%呢 这个位置差的并不多 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极限位 应该是5974点 大家要注意 那周线上其实标普 本轮也实现了第三轮上升结构9 也就是前面的这个位置 这是去年的11月到12月 这是今年的5、6月 这是今年的8、9、10月 所以我相信呢 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 周线的9还是要小心为妙 如果打开道指会发现 道指本轮从8月份上升回调之后 也做一个黄金分割 我觉得道指的黄金分割 是三大指数 唯一创新高之后 逼近百分之161.8%的 并且道指的日线呢 本周五是8 我相信呢 如果上升结构9 在下周 跟这个位置 大概在43,490点附近 如果出现结构9加1 并且有明显的转折看空K线 还是要注意市场的回调风险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这只股票 最近呢 不管是台积电的创新高 还是Black Belt的需求暴增 英伟达呢 确实是比较强势的 尤其是跟一些芯片股 和一些大型科技股相比 只不过这两天一直没有真正完成 对前高的收盘价的突破 也就是说我们收盘价没有超过前高 但是盘中有创新高 那这个阻力没有突破 就说明英伟达很弱吗 当然不是 因为英伟达呢 下面的MACD 在之前我们在直播间也聊过 它有将死不死 并且连续一个月以上都是绿柱 这绝对是大牛股大波段的一个基因 只不过呢 我们仔细研究一下 会发现 其实目前它的价格收在138整 从压力和阻力看 已经是不可能有了 因为这就跟前高没有区别 没有一些抛压 也没有什么套牢盘 所以并没有什么压力 那如果短期来看 你非要在下周一去减仓 卖出的话 下周一给的一些相对高抛位置 例如最高给出了143.6 比较高给出了140.35和140.79 非常接近的是139.47 整体来说 我们对于英伟达来说呢 中长期仍然看好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如果采用龙王模板 其实啊 它下面的六彩神龙 红柱呢 代表的大资金连续12天 高于子线 真的太牛了 并且呢 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这里的反转 还是这里的回调一 回调二 以及最近的回调三 连续的出现机会 我们在上两周 最明确的就是这个位置 10月4号的经典的回调 走好的买入位置 所以整体上 对英伟达短期有可能有一些小的向下回撤 或者震荡 但中长期仍然趋势和资金非常完美和强势 那最近我们一直说呢 特朗普概念股正在不断的发酵 不管是华尔街压住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我们必须提醒 有很多板块 大家都需要重点注意 那今天的视频 我们重点聊一聊 加密货币相关的三支概念股 那就是Coinbase MSTR和MRA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重点 就是Coinbase 我们在这一周和上一周 不断提醒你 它很重要 不管是因为它在这个位置 出现了上穿年限 还是最近稳稳的站稳年限 我们发现的是在本周最后两天 MACD慢线已经稳稳的来到了零轴之上 这是双龙出水 并且我们通过龙王模板 已经在前面多次提醒大家 它已经出现反转信号 同时呢 仔细观察一下 其实6号K线已经完成了整个的平台突破 绝对的强势信号 并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新的数据 在10月18日 Coinbase的收盘来到220块2毛1 该股的第一个压力位仍然没有被突破 也就是目标位230块5毛4 我觉得下周很容易碰到这个价位 同时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 为什么一直说它龙王模板好看呢 因为我们在上周做直播时 专门强调了 它在10月15号出现了六彩神龙 和趋势王的经典龙王模板反转买点 也就是趋势王红柱 由下至上上穿紫线 下面的神龙红柱高于紫线 反转之后 截止到本周五已经是第四天 很多粉丝和股民朋友 已经在Coinbase最近获利不错 大家如果喜欢Coinbase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Coinbase 接下来呢 我们要重点提醒的是另外的一些重点 比如说很多人问到底是MSTR好 还是Coinbase好 由于MSTR率先突破了大的平台 甚至创了新高 那当然是该股更强势更漂亮 只不过大家会有一个心理压力 你会去想我买Coinbase比较低 那如果实际上说 那买MARA更低 也就是说如果说先启动的 自然是强者横强 所以MSTR单阳不破 这一次很美 也就是上周的周四周五 他完成了一个完美的 创了历史新高 随后呢 这个位置不断的出现震荡震荡 这四天就是单阳回调 到了本周五再出强阳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单阳不破模型 而且这个单阳不破 发生在历史前高附近 整个震荡横摆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该股票的潜力是很大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的MACD连续一个月以上 都是绿柱啊 太牛了 所以呢 我提醒大家绝对对于MSTR 不能够小觑 他现在的云导压力位 也是提示 没有压力 太牛了 相比之下呢 MRA是三个里面 反应最慢 涨得最晚的 但如果你胆小 不敢追高的 可能会更喜分他 而且他还便宜 也就是说 我在本周五的六号K线 直接一根阳线 干穿了年线和半年线 这是不得了的 这个K线倒不大 但是他同时就能上穿两根 重要的年线半年线 因为年线半年线太近了 并且这个位置呢 是微微的 有点那个想法突破平台 而且更关键的是 本周五他刚刚MACD 慢线上零轴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漂亮和完美 所以你要论哪个更低 哪个还没启动 还便宜 就是这个 但如果你要问我哪个最强 哪个最好 一定是MSTR 强于Coinbase 再强于MRA 关于更多比特币干颜股 如何去进行布局 甚至他的目标位 如何去跟踪 我会在下周的美股直播间 继续每周 新加坡时间 周二到周五上午10点跟踪 对应的是美东时间 每周一到周四的晚上10点 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美股直播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股票 来看一下奈飞 奈飞呢 在刚刚的公布的数据 他的订阅人数呢 增长较大 超出预期 导致跳空大涨 创出平台新高 以及历史新高 如果仔细看 这次的大涨前的回调 正好调到60均线 受到支撑 如果把低点587 到小高点711 做一个一浪 二浪 到三浪的预测 那么大家能看到 三浪的第一个保守目标位 大概是788 也就是161.8% 如果是激进的目标位 最起码到200% 大概是835.5 大家要注意 同时我们来看一下 特斯拉的走势 特斯拉呢 真的是连续6天 都是小星星 自从呢 发布会大饼 没画好之后 这个缺口之后呢 是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要死不活 多空双方呢 达成了平衡状态 连续出现十字星 甚至连慢线 都要跌破零轴了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目前为止呢 它仍然是略微高于 途中的半年线和年线 那半年线和年线的位置 我分别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半年线的价位 仍然是211块钱左右 而年线呢 是208左右 这两个位置 我觉得是近期 在财报前后 它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有可能盘中探到 尤其是如果财报 并不是很理想的话 那么仔细看一下 独宝骑兵给的压力位 显示压力位呢 是239块9毛 它的庄家的中长期 出马成本价格 仍然在213到214左右 所以我相信呢 从208到211到213 这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底部的低息区间 但这仅限于真正的 喜欢和认可特斯拉股票的投资者 作为一个极限的低息 大多数人不建议直接进场 要去看天时地利人和 尤其是大选的尘埃落定 如果你还从来没有体验过 咱们的独宝骑兵 建议大家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 如果是频道铁粉优先 长铅30天 普通粉丝 第一次长铅 可以获得7天的使用权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其他股票 首先来看一下AMD AMD呢 现在已经是调到了年限半年限凝结区 在这里原地不动 受到强烈支撑 关键均线 现在碰到了潜在的下降结构期 这一次会不会再次出9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认为AMD这次下周二 会出现下降结构9 然后开始启动吗 别忘了这里还有一条重要的上升趋势线 在等着我们 整体来说 AMD最近表现差强人意 让很多人很失望 但关键位置能不能有强扬 甚至向上的跳动缺口 也是有可能会扭转局面的 接下来看一下苹果 苹果呢 在本周五出现了一个上升结构8 可以说呢 大概率我们有可能要出结构9 跟前高共振 所以还是要注意短线的回调震荡的风险 毕竟呢 前高是有阻力的 而结构9呢 又是一个短期的超买预警 当然下面的MACD呢 确实一直徘徊在零轴附近 没有走出强势的状态 这也是一个原因 仔细来看一下 微软现在呢 是靠近年限之上 反复震荡 出现了黑洞的变盘 但黑洞呢 一直没有被突破 包括这些均线 也没有被突破 所以没有真正的多方启动现象 来回原地震荡 也再一次证明了 大资金最近确实是从 一些大型科技股有流出的 不管是微软呀 谷歌呀 还是我们看到一些科技股 都有这个问题 当然了 你会说下面的MACD 真的是等到花儿都泄了 但是还没出金叉 只差一点 来看一下谷歌 谷歌已经是震荡了 超过两到三个礼拜了 不管是因为他的MACD 反复的出现金叉死叉 还是因为半年限的阻力 死活过不去 整体来说 有人说这是一个潜在头肩底 也有人说 这可能就会继续横盘 但我相信一件事 没有真正的强势突破 这些位置都很难有大机会 只能是继续考验我们的耐心 来看一下MEDA 果不其然 在前面高位 我们就看到了黑洞的预警 还有黄太极预警 那现在呢 在连续出现两个黑洞 共振的情况下 这三天都是触到了21天均线支撑 这个均线支撑到底能不能撑住呢 一定要赶紧在下周出现强扬 否则呢 MEDA就不足以证明足够强势 真正的强势暴涨股票 出现黑洞预警 会小幅震荡 然后立即创出新高 否则的话就比较弱 我们再来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呢 在这个位置几乎就已经要出现金差了 因为快线慢线太近了 股价呢 继续一个礼拜没动 原地踏步 当然你会说 这张图里面 下面的均线还挺美 但整体走势还是横摆为主 真的是为什么要强调牧民思维 大家可以有一些钱去看看小盘股 包括最近的大选概念股十分重要 这样的牧民思维能够帮助大家 在最近的行情获得更好的短期快速获利 关于更多细节 大家如果有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还从来没有体验过 咱们的最新的AI黑科技 独保骑兵 建议大家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 第一次体验的铁粉 可以获得免费体验30天 第一次报名体验的普通粉丝 可以获得7天的使用权 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专注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持续看